如果你想透过给别人一个你练习过很多次的特殊眼神来吸引对方注意的话 那就别因为他们没注意到而气馁哦 一般来说人们需要三次才能了解你所发出的任何信号 如果你注意看人们思考时所看的方向 你是有可能可以读懂他们的想法的哦 如果他们向下看再向左看 这意味着他们正处于自我的内心对话的状态 而且正在决定些什么事情 同样的当人们试图记住某件事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 他们会向下看再向右看 我今天通过了一门考试和我今天通过了另一门考试 这两者差别不大 但是请注意一字之差可以造成很大的不同 这个另字表示这个人想要证明自己在某件事上有多厉害 或者他们只是想吹嘘自我罢了 如果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一点 那就扬起你的眉毛 这表示你现在很脆弱需要被保护 人们自然就做出相对应的反应了 如果人们喜欢你 并且希望你也喜欢他们 他们就会模仿你的肢体语言 你可以试着在谈话时做出一些特殊的姿势和手势 如果他们模仿你 就代表你正在成功地赢得他们的好感咯 姿势会泄露你面前的人的真实信心程度 抬头挺胸意味着野心和高度的自尊 而缩起来的姿态与向下看的眼神则正好相反 如果有人清楚地记得一些关于你的小事 即便你根本没有在乎那些小事倒会记得他们的程度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对方一定非常的喜欢你 如果在对话过程中某个人推开所有阻挡在你和他们之间的东西 这代表这段对话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有意义 也许让这段对话如此特别的原因就是你呢 当我们笨手笨脚犯点小错的时候 我们会显得更可爱更有吸引力 而潜意识里我们也都知道这点 如果有人在你身边时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的 他们一定非常的想要信任你 而且更想要亲近你哦 如果人们亲力帮点小忙 代表他们信任你 并且想和你建立起值得信任的关系 这个原理就像是对大标弟的小投资 而你也可以试着使用哦 因为人们总是喜欢那些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嘛 和你喜欢的人展开一段对话 然后在你使用某个特定词汇的时候点头微笑 如果他们也开始更常使用这个词的话 就代表你们相互喜欢哦 如果有人在生你的气 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远离对方 但你可以试着采取相反的举动 保持亲密 因为当你和他越亲近 他就越难对你生气哦 要看看是否有人会在人群之中偷偷关注你的话 只要打哈欠就好咯 如果他们有在关注你的话 这也会让他们打起哈欠来呢 因为哈欠是会传染的哦 特别是如果我们非常注意的人打了哈欠 传染的几率就更大了 一见到某人就对他的外表做个小评论 不一定是要赞美 当然也不需要批评 评论一下眼睛的颜色会很有效果的哦 这会立刻地引起对方的注意 他们一定会记住你的 要是与你交谈的人 在轮到你讲话时闭上了眼睛 那就让他们讲吧 因为他们想讲一些重要的事 当有人在你说话时眉起眼睛 代表着若不是他们不相信你 就是对你在说的事情有些问题想问你 如果有人清楚地记得一些关于你的小事 而且是连你都不在乎而忘了的事 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人很喜欢你哦 如果你对于像是他人眼睛颜色这样的特征 提出一点会令人愉快的或是中立的评论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记住你 要避免感到没安全感或孤单的话 就向需要帮忙的人提供协助吧 在问问题时稍微点头 就能得到你所需要的肯定回应 为了表达出你真的有在聆听他人的说话 可以先看一只眼睛 再看另一只 然后看向他们的嘴巴 每当你觉得有压力或焦虑时 将想法写下来 如此可以得到舒缓 当认为有人喜欢我们的时候 我们往往也会喜欢他们 再遇到刚认识的人时微笑 好让他们以后记住你 若要下意识地传递给人 你相信他们的这个信号 可以稍微歪一下头 要是你想让某人去做某事 就让他们误以为有选择的余地 只要将目光接触的时间 维持得比大多数人再久一点 就能立刻为你的魅力加分 如果你向他人表达出 你对争论的双方 都持开放的态度 那这个人就更可能会信任你 要在初次约会时 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可以选个能让双方肾上腺素 都激增的刺激活动来做 手掌在握手时朝上 代表是谦逊的人 手掌朝下则代表支配信强 只有那些在当下 有绝对的信心 或感到优越的人 才会在站立时 把手背在身后 要是有人将双手扣在一起 就表示要与他们达成协议会非常困难 若想与任何人建立坚定的关系 可以强调你们双方都认可的价值观和想法 如果有人开了一个让你不舒服的玩笑 可以请他们解释一下笑点在哪 来让他们感到不安 跟新朋友见面时稍微抬起眉毛 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你了 紧闭的双唇可能代表着讨厌或不认同 双手插腰通常表示有攻击性或准备行动 若要让某人觉得你看起来更有魅力 只要问更多问题就行了 科学证明运动能让你立刻有好心情 如果你觉得压力很大 可以花点时间到大自然放松一下 如果你即将要大发脾气的话 可以数到十 再倒数回一 然后微笑 将目标写下 能帮助你保持达成目标的承诺 在处理无法专心的问题时 不只要靠自己的意志里而已 也要尽量把让人分心的事物给清除掉 当一群人一起大笑时 他们通常会将自己的脸 转到最喜欢的那个人的方向 想要让朋友帮你拿东西的话 只要在讨论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时 把东西拿给他们就好 这招在搬家日很好用哦 当犯下一些小错 或有点笨手笨脚时 你在他人眼中会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如果有人试图想要操纵你 你只需要看着他们眼睛上方的前额 就可以避免他们对你的影响咯 如果有人在和你说话时 闭上眼睛的时间比平常还长 这就代表他们已经厌倦了这场对话 并希望你可以离开 当一个人用手拖着下巴时 这是赞美对方的最佳时机 因为对方是透过这个动作 将自己的脸呈现在你的面前 在日常活动中 使用你的飞罐用手 比如说刷牙或吃东西这些动作 这样可以促进你的大脑活动哦 将眼睛的照片放在公共场合的墙上 会让人们更愿意遵守规则 握紧拳头90秒 可以帮你更好地回忆起一些东西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摩擦下巴 就暂停一下你们的对话吧 因为对方正在沉思 试图做出某种决定 所以也不会去注意你在说什么 当你和某人坐在一起时 而对方的身体前倾 这是个正面的信号 代表对方喜欢你 或者对你说的话很感兴趣 而向后倾的意思刚好相反 问问题的时候稍稍点头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正面回应咯 想要结束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只要先看对方的一只眼睛 然后再看对方的另一只眼睛 接着再看对方的前额就好 如果你觉得要跟别人吵起价了 那就先吃点东西吧 这可以驱散紧张的氛围 因为你的大脑会将食物和稳定 和平联系在一起 如果某首特定的歌 一直在你脑中挥之不去 不如去做一些速读游戏吧 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花点时间去记住对方眼睛的颜色 这能帮你保持与对方的眼神交流时间刚刚好 要在新恋情中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可以在第一次约会时 选择一项刺激的活动 这样双方的肾上腺素都会激增 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 将手放在膝盖上 显得烦躁不安 这代表着对方想结束谈话 当你在人群中 只要看向你要去的地方 人们就会试着为你让路咯 夏奇拉曾唱过 屁股不说谎 显然脚也一样 如果某人的鞋尖对着你 那这个人可能喜欢你 所以不妨扭动一下你的臀部吧 开玩笑的啦 如果你再组织一个会议 把它排在一个奇怪的时间 比如下午3点17分 这样大家可能就不会迟到了 如果你经常在电脑前工作 柠檬的味道可以帮助你提升注意力 所以不妨在书桌上 放点什么柠檬气味的油 或空气清新类的东西吧 要向别人表示你是个很棒的倾听者 只要简单的将对方的陈述加以说明一下就好 但也别总是这样做哦 要克服长途飞行后的时差反应 你可以在登机后将手表调至目的地的时间 如果你想赢得别人的信任 那就试着模仿对方的手势 姿势或面部表情吧 当一群人在一起笑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看向自己最喜欢的人 在工作面试时 尽量当第一个或最后一个面试者 以此好为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你觉得紧张或焦虑时 可以咀嚼些东西 咀嚼会向大脑发出放松的信号 涂鸦可以帮你更好地记住你听到的资讯 要让你的朋友帮你拿东西 只要在和对方谈论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时 将东西递给他们就好 如果你觉得有人在盯着你看 那就打个喝歉 对方很有可能也会跟着打喝歉哦 如果你想让别人觉得你值得信任 你可以跟对方分享一个小秘密 但别偷他们的钱包哦 你可以透过向他人解释某项新资讯或新技能 以更有效率地学习该新资讯或新技能 用红色和蓝色的物品来装饰你的工作场所吧 红色可以让你更专注 蓝色能激发你的想象力 与陌生人见面时 若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那就确保握手时 你的手是暖的哦 当一个人从脚跟到脚趾来回摇晃时 这代表着对方感到焦虑或不确定 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手套式握手 旧式握手时 对方用另一只手握住你的手腕 这代表对方想要你信任他 一项研究发现 金钱的外表会影响我们的消费 人们更有可能给出那些看起来老旧 肮脏和破损的钞票 试着把新钞票放进你的钱包里 然后把其他的存进银行账户 拖延是个好招数 在网上购物时 在点击完成订单按钮之前 你可以试着关闭网站 并放个几小时或一整页 你可能根本就忘了自己选过的商品 这就意味着你从一开始 就并不真正需要它们 在实体店里 也可以完全做一样的事情 方法就是把商品放回去 然后离开那家商店走一小段路 避免与销售人员长时间互动 许多零售商都密切关注着 与顾客的积极互动 销售助理与顾客互动越多 他们让顾客逗留在店的时间就越长 这些顾客就越有可能买到 超出自己计划中的商品 现在你知道了这一点 就应该试着把这些互动 捡到最少 或者干脆完全不互动 试着把你的银行卡留在家里 另一项研究则表明 消费者用金融卡付款 会比用现金支付花掉更多的钱 当我们用现金付款时 我们会看到花了多少钱 然后把钱交给收银员 但这样花钱比较痛苦 使用塑胶卡片付款时 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当你在线上购物时 避免注册新账户 也别让他们保存你的银行账户数据 保存这些讯息意味着只要点击几下 就能完成购买 这种便利性会引发冲动性消费 如果你以访客身份进行购物 你就需要输入卡号和其他资讯 这意味着你可能会变懒 不想去找你的卡 最后就能避免下订单 一时冲动买下了昂贵商品 然后后悔 可能是非常痛苦的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你可以试着在网路上查看 其他人对你打算买的这个昂贵商品 有什么看法 有时你可能会发现 大部分其他客户 最后都不满意这项商品 所以你可能也不该把钱花在它上面 进商店时 嘴里含着一颗薄荷糖吧 零售商使用一种叫做 气味行销的特殊策略 来让顾客的购物体验更加愉悦 他们用佛手干 香草 白茶或竹子之类的香味 促使顾客花更多的钱 薄荷味的糖果或口香糖 可以抑制你周围的香气 帮你省下不必要的花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